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两岸之行特别节目 战役新力量 我是主持人 新振宇 目前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陆续公布开学的日子 许多学校将开学第一课设置为心理辅导课程 由此可见 虽然抗击疫情进入下半场 但是心理防疫已经成为了重要战场 在经历了这个特殊的最长寒假之后 家长们对于自己的孩子到底是更了解了 还是更不了解了呢 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下 您的孩子是否展现出了此前不曾表现过的一面 其实不仅仅是疫情 孩子在日常生活里 当学业不如预期 重大考试失利 都有可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心理冲击 这种影响甚至是超过疫情的 如何培养一个具备反脆弱能力 内心强大的孩子呢 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节目 伴随着高科技 高速度 高竞争社会的到来 人们普遍感到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而青少年脆弱的心灵 在学业 人际交往等诸多压力下 所滋生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 由此产生了当代青少年 普遍缺乏抗压能力和沟通能力等现象 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现得格外突出 例如 很多青少年出于对疫情的关心 长时间在网上浏览相关信息 特别是对一些负面信息的过度摄入 容易增加焦虑和抑郁情绪 还有一些青少年在居家期间 自制力薄弱 沉迷于社交媒体或网络游戏 导致视力疲劳 精力下降 负面情绪增加 乃至影响正常的饮食和睡眠 甚至有一些青少年产生网络依赖后 不停家人劝阻 引发亲子冲突 不少专家指出 现在学生多为独生子女 既没有兄弟姊妹的竞争 也没有长辈必要的限制 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 自尊心过分强大 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差 再加上青少年身心尚未发育成熟 浴室容易走极端 而孩子采取极端行为处理问题 本质上其实还是因为缺少家庭的关注 缺少感情沟通的技能 以及生命教育和危机应对教育 因此对于青少年在危机中学会识别 调节情绪是重要的一堂课 这一场疫情让大家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多了 那么却也让不少家庭进入到了鸡飞狗跳的模式 不管是哪一种 我都想问这一场战役终将会过去 我们能给孩子心里留下一些什么呢 是更强大了还是更脆弱了呢 那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动 围绕着这方面的话题呢 我们今天将会和厦门和台北两地的嘉宾 一同来讨论 那么此次新冠疫情啊 无论是对于大人还是对于小孩 它都是一次重大的危机 危机之下 无论是公众的身体健康 还是家庭的亲子关系 都遭遇不小的挑战 那么许多家长甚至是平生 第一次意识到说 自己的孩子啊 可能有一些心理阴影 这是他们从前没有注意到的 所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先来请教现场的卢医生啊 咱们说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 重大疫情冲击和日常心理磨损相比的话 哪一种对于孩子这种心理冲击会更大呢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很难去比较 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里面 我比较倾向 这应该是个因跟因个果的关系 也就是个因果关系 日常的这种心理磨损是个因 然后重大疫情下的时候 把呃 呈现出了孩子个体心理问题 还有家长 与孩子间的亲子关系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会凸显出来 这是一个果 那么平时的过程中的时候 如果家长很重视孩子这种 心理素质的激烈啊 那么他在重大疫情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果 那如果平时家长的时候 忽视了孩子整个心理层面的建设 那么在重大疫情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果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也就是把他的问题凸显化了 好 那么我们说也就是讲 在日常我们看 看似平淡的一个生活当中 外界对于孩子心理健康的磨损 或者说损耗 确实是有可能是无意识的 而且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一天天持续累积而不自知 那接下来台北线上的卫生 我们继续来请教您 就是有哪些家长 容易忽视的细节和情境 容易在孩子的心中 留下这种裂缝呢 确实如同对案卢医师所说 就是因果之间 我们常在讲说魔鬼藏在细节里 但是真的不要忘记 其实生命自然可以找到 它出口的力量 这一部分 那在这段疫情里面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面 我们比较担心的反而是 我们又发现了 那个直升机父母 数量又增多了 什么叫直升机父母呢 就是它会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它会过度保护 过度介入 然后再来这段时间 会过度的洁癖 再加上本身情绪起伏 因为焦虑 情绪起伏会比较大 那自然就会把这种 疫情的这种恐惧放大 当然就会影响到孩子 所以当你的孩子 如果出现了 比如说有时候会睡眠 不规律会做噩梦 甚至有压力 造成他的思考脑力载化 产生了一些厌学行为 或者在心理上面 他因为很担心病毒 然后过度清洁 产生一些洁癖 然后会有一些 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脏 会被魔鬼抓走 真的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子 他都会这样子 过度担心放大 那我要提醒 如同卢医师刚刚所说 因果之间很多这种结果 都是父母亲的一些教养 慢慢造成的因 所以我们常常 中国人我们常常在讲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那在这地方我要提醒 如果你的孩子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行为 你真的要注意 慢慢他就会养成一种 依赖性的人格特质 依赖性的人格特质 相对来讲 他会比较缺乏自信 然后相对以后 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他不敢去尝试 很多就会造成 他的机会会丧失掉 这一点家长 一定要多注意一下 好的 谢谢魏医生的提醒 那么孩子的内心 是不是健康 心理强度能够达几分 这方面是否存在 一些显性的标准 是可以供家长来去评估的 那比如说 是不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这个 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蒸蒸铁骨的小男子汉 就是心理强度高的孩子 或者看上去超出年龄的 这种成熟啊 懂事啊 听话的孩子 就是内心的强大 那接下来现场的 卢医生 就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说 到底应该用 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或者标准 去进一步的界定呢 首先刚才 魏老师有产出了一些观点 然后我这边做一点补充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时候 会从两个方面去评估 一个是从我们专业角度里面 比如说我们精神科医生 心理科医生 或者有心理治疗背景的 这些老师 会去做一个专业性的评估 比如给他做一些 心理方面的测试 给他做一些焦力治疑 意义治疑 还有症状清单 去评估孩子的情绪问题 平时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在疫情下 他的情绪状态 又是怎么样子的 另外一个 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 联格方面的测试 比如用 埃森克联格测试量表 或者是 如果他大于16周岁以上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 明尼苏达联格测试量表 去评估孩子 联格性格特点 是怎么一个特点 那么他这些 基本的情绪问题 还有性格特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 疫情过程中 可以得到检验 当然就是 因为很多家长 他没有心理学背景 也没有精神科背景的时候 那么家长如何去评估 孩子的一些情绪变化 或者他的心理数字呢 那么其实很多所 家长如果可以 在平时过程中 看孩子一些 具体的表现的时候 就可以去揣摩 孩子很多心理层次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会呈现的 比如说 有些孩子在考前的时候 他会非常紧张 而且每逢考试 他都会表现出 各种身体不舒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推测 没有那么 哪一种疾病 会那么凑巧的时候 刚好在考试前 让你不舒服 考试过后 疾病消失了 反而就是 要触发我们家长 去审视 可能孩子的情绪 出了问题 孩子的心理层面 出了问题 这是家长可以去做的 同样的 就在疫情下的时候 比如说很多孩子 呈现出 他的很多焦虑 郁郁的情绪问题 或者这种网络 很难自控的问题 那么这也是一个 凸显的机会 需要我们家长去审视 然后也去重视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一定要 从这种细节去着手 对 我们说遇到了 这种重大的危机 如果应对得当 可以促进孩子的心理成熟 而这正是塑造 孩子内心强度的好时机 而且还可以改善家庭关系 经过这次的疫情 亲子沟通 如何真正的化为危机 相关内容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孩子的内心是不是健康 心理强度能够达几分 作为家长 应该如何科学评估 如何培养一个 内心真正强大的孩子 家长们都有哪些该做 哪些不该做 两岸之行 正在关注 好的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为您播出的 两岸之行 那么突发危机 如何能够转危危机 增强孩子的心理强度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讨论 其实在每一天的 日常生活当中 家长们会遇到 很多很多的挑战 咱们且不说孩子生病 上学等等 这些实际的问题 就是这每一天 都有可能出现一次 或者是数次的孩子情绪问题 已经让很多的家长们 可以说是把十八般武艺都拿出来 样样都是了 但是经常会听家长们感慨 说还是搞不定 个别家庭还出现了 家长越是干涉 沟通 那么孩子这种情绪的反弹 就越发的激烈 甚至做出比较极端行为的一种现象 于是就会有人发出了 是不是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 之类的一种感叹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咱们不妨继续来请教台北线上的魏医生 我们说孩子有情绪 发脾气 甚至是走极端 当真可以用脆弱这两个字 意义毙值了吗 脆弱很像蛋壳 这样子 我常会在形容说 我们会去形容有一种孩子 他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水晶球蛋壳 这样晶莹剔透 但他内心里面已经有一条裂缝在那边 这样子 在台湾我们会称为这样子特质的孩子 我们称为妈宝 或者称为永恒的公主 那一般来讲 其实会养出像这样子脆弱 我们所谓脆弱这两个名词的孩子 大概其实我们不妨会想 他后面可能都会是有一个直升机的父母亲 或者是橡皮擦妈妈这样 因为其实在社会心理学里面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 每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小孩子 其实后面都会有一个 不愿意长大的父母亲 或者不愿意放手的父母亲 或许大家父母亲可以去反思一下 其实我们都知道 孩子的行为就是父母亲情绪 综合的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你不想你孩子的脆弱 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呢 因为我常常在讲 华人其实真的是少子化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宝 那真的多数来讲都是过度保护 不妨你可以试着去放手 第一个不要去过度的保护他 这样子可能会让孩子会更有勇气 去尝试错误这样子 那第二点呢 是不是孩子已经到了叛逆的年龄 不妨去想想看 他现在是不是正好在青春期 有一些中二的特质 中二特质当情绪起来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反应出来 那卢医师在临床上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心理评鉴良表 可以去评估他是不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协助 这一点也是要稍微注意的 那另外最后一点可以提出来就是 不妨父母亲之间同学之间的家长 可以组成所谓的军师联盟 军师联盟里面家长可以互相去沟通 互相提供资讯 更重要可以互相去支持 然后互相鼓励打气 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我们也就是说 当孩子这种情绪被觉察和接受 他们往往会有力量来面对下一次类似的挫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慢慢地也能够了解自己 从而能够学着照顾好自己 而除此之外的话 现场的卢医生 我们说有关于如何锻炼孩子的心理弹性 或者说如何能够培养一个真正的内心强大的孩子 家长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而哪一些又是不应该去做的 能不能帮我们具体地介绍一下 我觉得之前的时候 我们魏老师讲得非常清楚 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家长能不能松手 能不能放手的问题 就是目前来讲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长这种保护欲望特别强 控制欲望特别强 那么他会操办孩子的一脊一动的任何东西 比如我们临床上见得比较典型的时候 父母会帮助孩子去选择他自己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裤子 穿什么袜子 然后每天的这种日常规划 他都帮他排得密密麻麻整 就像一个计划表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很难想象 就是没有空间给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性了 是吧 对 你很难想象这个孩子里面的时候 他有办法 有机会去外面面对各种挑战 他们有空间和时间让他去增长他自己的心理弹性 去产生一定的抗压能力 或者是遇到挫折的能力 他没有的 所以说那比如说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 您刚才和台北先生的魏医生都提到了放手 那除了这种放手以外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具体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很多家长也会有这种疑惑 我也挺想放手的 但是你说这个交通安全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 让大家很焦虑 也没有这个胆量是不是 对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整这种心态呢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里面 首先他是很难去接受孩子会犯错的 他总想一个想法就是我帮你铺好路了 你不要犯错 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成长过的 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时候 犯错是你成长的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没有犯错你没办法成长的 那么家长的心态里面 他是希望孩子最好不要犯错 他帮你铺好路了 那么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显著的过程 比如说我当时文诊的时候 接到一个案例里面的时候 就是一个七岁女孩子的时候 他奶奶跟妈妈告诉我 这个孩子从出生到七岁 他从来没有摔倒过 那么我们试想一下 这样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有办法去面对外面的挫折吗 很难的 对 其实简单的这种摔倒 如果都没有经历的话 没有办法去面对人生当中 更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所以我们才说 这个往往人的性格 都是在不断的困难与挫折当中 去慢慢地去成长的 好 那其实我们说 这个疫情终究还是会过去的 那么它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个人生 乃至于整个国家和世界的 这个匪业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那么如此重大的事件 我们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些什么 其实这一点也特别的关键 而且当他日后再想起这一段时光的时候 又会怎样的一种心境出现 那接下来 魏医生 我们继续来请教 就是我们说遇到这么大的 宏大的一种情境 家长们应该如何能够把握好 这样的一种教育契机 然后能够有效地加以引导呢 确实家庭是我们人生第一个学习场所 父母亲也是我们人生第一位导师 这样 尤其新冠疫情 针对零零之后出生的孩子 其实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一个世界危机 那我觉得呢 如何去面对呢 第一个要让孩子知道说 面对像这样的危机 每一个人都可能犯错 父母亲也会犯错 但是呢 我们只要知错能改 避免一错再错 这就是一种成长 所以在这地方呢 我可以提醒几点 跟观众朋友分享 就是所谓的三不一没有 第一个就成如卢医师讲的 不要过度保护 要让他允许他犯错 这样子 而且呢 我们常在讲 吃苦当吃不 这样子我们从挫折里面 才会培养出 面对挫折的勇气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允许犯错 那第二点呢 不要有求必应 也就是要想办法 适时地把孩子 从舒适圈拉出来 给他是一个适度的压力 因为压力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孩子的心理韧性有多强大 那第三点呢 真的就是 不要过度不切实际的赞美 我现在发现 很多华人的父母亲 常常会鼓励孩子 哎呀好棒好棒 但事实上这种赞美 一定要伴随他 努力的过程 不论他失败或成功 是跟过程有关 这一点呢 其实真的要提醒一下父母亲 不要过度赞美 不然会让他养成 所谓自恋性的人格特质 最后一点 没有什么东西 一定要记得 我们的父母亲呢 不是一开始就会当父母的 父母呢 是从来没经过训练 就直接上岗当父母的 所以没有完美的父母 只有终身学习的父母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好 今天非常感谢 两位医生给我们带来 非常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那么生命啊 可以很脆弱 也可以很坚强 而作为父母的职责之一呢 就是培养反脆弱的孩子 引领孩子 在混乱多变的环境当中啊 有力的成长 如果每一代的父母 表达出来的爱 都是健康的 形成良性循环 那么相应的 孩子们的这种 心理承受能力 和其他各方面的能力 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他们呢 也许性格各异 有的淘气外向 有的沉静内敛 但是他们的内心 非常有力量 希望日后啊 当孩子们 回忆这一段日子的时候 感受到的是 家人浓浓的爱 社会的齐心协力 以及人心相扶 坚不可摧的力量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两岸之行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